43年没干过的水晶 到底发生了熟吗 导致所有的收入全不死亡 听村里的老人说 这猴子得有个40多年没有干过了 即使现在破败不开 里面也纠少出现大雾 可是当我把鱼网伸进去的时候 发现这猴子只有1米多深 下面全都是厚厚的鱼泥 看看这一网 能有什么收获 我的天哪 可以呀 看见没有 还有两个小龙虾的苗子呢 这第二网是啥都没有 这里还有个水瓶 估计也是有人过来抓鱼用的吧 先把刚才抓的这两只小龙虾给它放进去 继续继续 看看这次能捞到什么好东西 这下面的鱼泥还挺厚的呢 来吧来吧 又出来了 哎呦去 这次多 这次多 我的天哪 这么多的小龙虾苗子 以前也没听说过有人在这里抓到小龙虾呀 才第三网 就收获了这么多 这一次咱们用鱼网顺着井边捞一波 又有收获 这次还抓到了一条个头很大的 而且还有一只青熊的幼丑 咱们去那边 换个位置捞去 翻开这边的石头 看看下面有没有大货 来吧 走上一网试试 万一跟父亲老人说的那样 能碰见个四五斤的大货也说不定呢 哎呦去 又是一只小龙虾 当这一网上来的时候 我感觉我是网到了龙虾窝了 这么一把龙虾 也太过瘾了 说了说了 赶紧说了 从这之后 我就展开了疯狂的抓虾模式 到了现在我也不知道 这是我抓到的第几十只小龙虾苗了 我担心这里面的龙虾苗太多太拥挤 来第二边收拾个水桶出来 现在把这些龙虾全都给他倒出来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些龙虾全部都已经死了 这么多都死了 完了 这瓶子里有一股农药的味道 坏了坏了 这应该是附近的村民 给蔬菜打农药之后用的瓶子 哎呦我的天哪 真是太点倍了 赶紧打充薪水 看来还能不能有救活的可能性 完了 没有一只能动的 这么一把 最起码得有个四五十只了吧 就因为刚才的苏心大一 导致了他们的全军覆 怎么说也不能控制我回去啊 这次直接用筒打点薪水 再来捞上鸡网 经过了刚才的捕捞 现在的龙虾数量明显的少了很多 但是不管怎么样 收获还是有的 最后这一网比较多 得有个六七只 就抓这么多吧 现在得赶紧回家 这口酒真是太神奇了 每个过来抓鱼的人的收获 都是不一样的 为了保住这些龙虾的性命 顺着那个方向 咱们赶紧撤 行吧 不行